前几天买的三轮车定做的 家常货箱 三米的货箱 这家伙能装 拿个一灯多没问题 以前这么多豆渣的话 皮卡车要堆一满 现在空的很 我们主要考虑到是拉草 所以这个车子定做的 货箱定做的比较大 这样装稻草的话就方便一点 能装 太热了 刚刚装了一车 这里的温度 这一天二十八九度 受不了 一车豆渣装完 全是汗 这车不怎么样 配置还是挺高的 还有刀车影像 还有MP3 还有风扇 太牛了 可世界是跑不快 力还是有力 新能源 发动机很牛 轻轻一打火就来了 本来开始准备买一个狗头车的 但是一想那个车跑得太慢了 因为到我们拉豆渣的地方还有那么远吗 所以就想买个四冷车 后来一问 价格太贵 干脆就到网上 花了一万三千五百块钱 静坐了一个三冷车 但是这个坐车的水平太臭了 这个护香啊 滴上去之后 吃带吃蟹的 蟹不下来 因为这个豆渣太湿了 吃完了 我以为我的才要沉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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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参加 转眼 一波 人半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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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谢谢大家